我们来看事务处理 对吧 也就是说在这的话 我们说需要大家去注意什么是事务 什么是事务 也就是事务的话 我们说是有一系列语句去构成的一个逻辑工作单元 我们说这个的话先不用去记 一会儿我跟大家说怎么去记 也就是说通常的话 我们说它是为了完成一定的业务逻辑 而讲你看一条或多条语句干什么 是把它给封装起来 对吧 就是把我们写的语句给封装起来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他们与其他语句之间 我们说出现一个逻辑上的边界 然后的话这个逻辑上边界 其实指的就是让我们所说 把这语句封装起来之后 看作一个整体 然后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工作单元 也就是说把我们的一条或多条语句给封装起来 然后我自己在自己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块内 我们的或者一个运行区内 去处理我们相对应的一个操作 相对应的一个操作 这是我们所说的事务 这个事务处理的话 你其实就可以想成我们说是对我们的表 或者对数据库的对象进行做查询的时候 对吧 我们说把我们的查询语句啊 把它给封装起来 跟封装起来 然后去做处理的时候 我哪一模块可以放在一起去执行 然后的话 我即使啊 我执行完成之后 比如说我想去撤回这一段操作 对吧 我是我是否可以把这几个语句进行的操作 同时撤回呢 或者同时去提交我们的数据呢 这就是我们说事务处理它去做的一个判断啊 做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说去讲事务处理的时候 大家想想我们说事务控制员 我们说讲了哪三个啊 康米的是提交对吧 我们说提交的话 它是对谁的一个操作啊 修改 对是不是就是对我们数据库里边的数据啊 对吧 对数据的操作 但是对数据的操作的话 我们说是修改的话 我们说是靠谁来完成啊 是不是update语句啊 对吧 也就是通过update语句 或者我们说是一些insert语句 我们说来进行对我们数据库里边对象的一个完成 我们说insert update这些语句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给封装起来啊 对吧 就做一个处理啊 然后在这的话 我们说事务啊 事务的四个属性啊 四个属性的话 我们说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原子性 也就是说事务的话 它是一个整体的工作单元啊 整体的工作单元 然后的话 你看啊 事务对数据库所做的操作 你看要么是全部执行 要么是全部取消啊 要么是全部取消 如果某条语句 我们说执行失败的话 我们说这所有的语句 全要干什么 回滚 这回滚的话 其实刚才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是不是rollback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做的操作还有用吗 是不是没有啊 对吧 我们说事务还恢复我们原来的数据啊 还恢复原来的数据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事务的一个啊 一致性啊 一致性 也就一致性的话 也就是说当我们事务完成的时候 这个事务的话 也就是当我们的语句啊 当我们对数据库对象所操作的一些事情完成 完成之后呢 我们说啊 必须使所有的数据 我们说是保持一致的状态 也就是说我在上一步对我的数据进行了增删改查 对吧 我增删改查完成之后 经过事务处理之后的话 我们说啊 我数据库里边的对 我数据库里边的数据也必须保持和我之前做的操作是一模一样 你不能说啊 我比如说我给他插入了一条 比如说张三的数据 对吧 经过事务处理之后 我发现 我表中没有张三的数据 但是我刚才是不是明明添加了 对吧 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说是不是你事务完成了 但是你发现你的数据和表中的数据是不是对不上啊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事务一定要去保证它的数据的一致性啊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的隔离性啊 隔离性的话 我们说是由事务所做的修改啊 所做修改 必须与其他事务所做的修改去隔离 也就是说啊 我如果出现多个事务的话 我们说或者多个commit提交 commit的话 commit提交 然后或者我说rollback进行撤回的时候 我们说他们两个之间的操作啊 一定是隔开的 也就是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啊 没有任何关联的 然后第四个的话 我们说啊 是持久性 也就是说当事务提交之后 你看对数据库所做的修改会干什么呀 是不是永久保存下来了 对吧 也就是说 我当我想真正的去修改数据库里边的数据的之后的话啊 我通过事务提交之后才能说 我对数据库的操作或者对数据库里边的数据进行了修改 也就是这就是为啥刚才我们来看这啊 刚才马建一说的 为啥刚才我这是不是进行了一些操作之后的 的话我在里边去插入一些数据之后 你看我插完之后 我会发现这里边数据是不是没有了 对吧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每一次去做查询 你看select或者insert 我们去插入update去插入的时候 我有没有做commit的提交啊 是不是没有啊 没有的话言外之意就说 我再去查询的话 我是不是我再去做完这些操作之后 我只是在结果中能看到我的数据 但是对我的原表有没有影响啊 是不是没有影响 对吧 这就是我们所说事务啊 事务所做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对我们的啊 对我们所做的增删改查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确定 只有经过事务确定之后 我们说才能对原表的信息进行更改啊 更改成功 大家把这四个属性给记下来 这四个属性其实相当于就是对事务的一个解释说明啊 这四个属性需要大家去写在啊自己的笔记上啊 写在自己的笔记上 对这几个需要四个全写的啊 不要小看这个事务啊 不要小看这个事务啊 其实事务我们说用一句话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第二个的话 我们说是执行什么哪个语句啊 是不是我们的rollback语句来撤销事务 对吧 我们说一旦撤销的话 是不是证明我们说是不是一个事务也已经结束了 对吧 已经结束了啊 第三个的话 我们说是执行一条数据定义或者控制语句 对吧 定义句是哪一个啊 缩写是什么呀 是不是DDR啊 对吧 DDR的话我们说是不是包含我们的 是不是叫什么呀 定义员包括哪些啊 开头它照顾对吧 然后控制语言呢 如果控制语言的话 我们是不是会自动的执行我们的 commit它是不是提交命令啊 对吧 否则的话我们说还是执行我们的rollback命令 也就原来至于我们之前写的语句 是不是失败的啊 对吧 然后的话第四个的话 我们说是正常的去断开我们数据库的连结的时候 我们说啊 看清楚人家是正常情况下 你可不能说是我立马把它给插了 对吧 我我或者我直接去去断开啊 去做一些其他其他的操作 我们说导致异常你用户退出 或者说直接出现了你那个啊 我们的plus去闪退的一个情况啊 也就正常我们说是退出suckle suckle我们的plus这环境 oracle的话我们说会自动去提交我们的commit命令 然后的话 否则的话我们说是去自动执行我们的rollback命令啊 rollback命令 你看我们说啊 这个oracle我们说认为一个事务的开始或者结束 你看我们说主要是从哪两个命令上体现的啊 是不是一个是我们的commit是干什么 是不是提交啊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rollback 是不是我们撤销对数据库的操作啊 对吧 主要是通过啊 这两个关键词去说明的啊 也就是说你看整个我们说啊 oracle结束结束的是一个事务 我们说啊 归根结底是不是要 言爱之一告诉我们说 要么执行的是commit语句 对吧 要么执行的是哪个语句啊 是不是rollback语句啊 对吧 在这的话 大家就把最后一句话给记上就行了啊 oracle结束一个事务啊 归根结底 我们说其实就是要么执行commit语句 要么去执行我们的rollback啊 rollback语句啊 这句话的话啊 咱继续往下来看啊 我们来看一下commit和我们的rollback啊 rollback这两个啊 关键词 然后commit的话 我们说这个命令叫做提交事务 这个提交事务其实就是我们说 把对数据库进行的全部操作 然后你看持久性的保存在哪啊 是保存在我们的数据库当中啊 对吧啊 把这句话给记上来啊 commit也就是我们的提交事务啊 指的是把对数据库的 把对数据库进行的操作啊 全部操作持久性的保存在我们的数据库当中啊 数据库当中 然后的话啊 大家想要的话 你看看下边这个一个案例啊 你看我们说之前我们说哪个表中 是不是一条数据都没有啊 是不是这个bonus这个表中啊 对吧 也就是说在这的话 我们来看啊 看提案一个要求 就是说啊 在这个表中网 让我们自己去插入一条数据啊 插入一条数据 然后的话用谁来提交呀 是不是commit语句来进行提交 对吧 我们来写一下啊 咱来先查看 是不是这个表中有哪些列啊 对吧 我们说是DSC DDSC 然后的话是B-O-N-O-S 对吧 然后走 几列啊 四列 对吧 是不是四列数据啊 对吧 既然四列数据的话 我们说啊 开始去 我们说是insert 对吧 然后insert 对吧 insert into 然后呢是B-O-N-O-S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 Values 对吧 V-A-R-U-E-S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 括括括 我们说第一列是什么呀 是E-NAME 对吧 E-NAME的话 我们说给 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名字 就叫一个 张三呢 行啊 张三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 第二个是我们的 谁呀 是我们的 Job Job 的话我们说 给他一个 Malage 对吧 M-A-N-A-G 可以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 第三个的话 我们说是什么呀 是不是薪资啊 薪资的话 给他一个 1200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 还有一个是谁啊 是不是奖金啊 奖金给他一个啊 200啊 咱就给他一个200啊 你要知道 他是美元的 不可能给他太多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 这是不是插一个数据啊 对吧 然后我们看啊 回车走 是不是创建一行啊 对吧 创建一行的话 我们来看啊 Select 你看这个是我去查 SE对吧 SE L-E-C-T Select 然后新我们的 from 这个是我们说是 B-O-N-U-S B-O-N-U-S 对吧 你看我这时候 你看这个查 我们说是我 即使没提交的话 我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 也有数据啊 对吧 但是大家来看 再看这儿啊 我再去打开一次啊 我们的SOCLE PLUS 我再去打开一次 我再去登录一下啊 S-C-O-T-T 对吧 SOC-E-T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 T-I-D-E-R 对吧 然后回车 我这个时候啊 我再去查看 Select 新我们的 from 哪个表啊 B-O-N-U-S B-O-B-O-N-U-S S对吧 然后走 大家看 有没有数据啊 是不是没有 我是不是没进行什么啊 是不是我的一个提交啊 对吧 commit是不是没有数据啊 对吧 然后这时候的话 我们再来看啊 我在这儿去 我把这儿给插了啊 我这时候啊 我去啊 我去commit 我去提交一下啊 C-O-M-I-T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分号啊 对吧 然后走 是不是提交已经完成了啊 对吧 提交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看啊 我在这儿去查询一下啊 再去查询一下 数据 我们说 S-C-O-T-T 对吧 SOC-E-T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 T-I-G-E-R 对吧 然后走 是Select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 新我们的 from哪个表啊 B-O-A-O-B-O-A-O-S 对吧 然后走 有没有啊 是不是有了 对吧 这就我们所说 是不是commit 我们说事物的一个处理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不执行commit的话 我们说 我在一个 我在当前查的 查的 我们说插入的数据 有没有真正的保存到 我们的表当中啊 是不是没有啊 对吧 这一定要去注意 我们说啊 这是commit的一个啊 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查询 插入完数据之后的话 我们说啊 直接commit的提交 用数据永久的 去保存在我们的 数据库当中啊 数据库当中 然后的话 我们说 是不是还有这个rollback啊 rollback 我 我都不带大家去操作 刚才我是不是 我们说 是不是删除了 我是不是删除史密斯啊 对吧 删除史密斯之后 我是不是 给rollback了一下 史密斯这个人 是不是又回来了啊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这两个的一个区别啊 一定要去注意 我们说啊 只有经过我们的commit 提交完之后 数据才能持久性的去保存在我们的数据库当中啊 数据库当中 然后的话 你看回滚是 大家把这句话给记上啊 把这句话给记上 也就是说回滚是 我们说rollback 我们说是对 是对 是指撤销对数据库进行的 全部操作啊 全部操作 也就是说 如果在这的话 我跟大家说 比如说 我去插入数据 或者去 去 去更改数据 是我发现 哎 我不小心更改错了 对吧 更改错之后的话 是不是可以直接rollback 再去回滚一下 对吧 让我们的数据是不是复原啊 然后再去做修改啊 再去做修改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commit和rollback的啊 rollback的一个区别啊 也就是说 一定要去注意 怎么才能让咱的数据啊 永久的去保存在咱的数据库当中啊 实力库当中 这是commitrollback啊 这两个是经常用的啊 一定要去记在自己的脑子当中啊 脑子当中 也就是说通过这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说整个事物啊 整个事物啊 我们说最核心的两个部分啊 两个部分已经给说完了啊 给说完了 然后的话 我们说啊 其实这一章我们说啊 这一章都已经完成了 我们说通过我们了解 我们的circle圆的特点几个呀 是不是三个呀 我们说是第一个是我们的 对我们说是集合性啊 同一性啊 好的 对吧 可一致性啊 然后的话 我们说理解我们的用户模式和模式对象啊 我们说最主要其实就是我们的模式和模式对象 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呀 是不是拥有和被拥有 也就是说模式里边是不是有我们的模式对象 对吧 模式对象的话 我们说是被我们的用户所拥有的啊 我们在这的话 我们说一定要去注意一个最核心的用户是谁啊 Scot 是我们的Scot这个用户啊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第三个 我们说检索数据的方法啊 这个方法就不说了啊 咱很多的对吧 我们说从我们的Ware到我们的 Ware后边是谁来着啊 Gulp By对吧到我们的 Outher By 这三种我们说还有谁啊 只要我这两个我们说表中是不是把所有的数据都给集合一遍 是不是都给便利一遍啊对吧 这个要去注意了啊 这个数据检索的方法 然后的话我们说啊 还有就是Oracle常用的啊 常用的我们的几个系统函数 也就是系统函数的话 我们说不仅是在万能表当中 我们说也可以去签签套在自己的表当中去做查询或者去做修改啊 然后的话啊 系统函数我就不带大家去回顾了啊 因为我们是下午上课的时候是不是回顾了一遍啊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啊 第五个是我们掌握紫查询的方法啊 紫查询方法 然后其实在这一块的话 我们说系统函数紫查询这一块 我们说是不是说了几个关键词啊对吧 我们说一个是印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I内对吧 I内的话是大家第一次遇到啊 一定要去注意 我们说它主要就是用在我们的比较运算符 也就是单行比较运算符 也就是说我这个时候比较的数值的话有多个对吧 但是呢我比较运算符的一个要求是我后边是不是只能跟上单个值啊 这个时候说只能通过我们的I内啊 或者二我们说这两个运算符来进行来进行匹配的一个连结啊 匹配的一个连结 然后第六个就是我们说数据操作数据库的三种方法 我们说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就是剩下的几个对吧 insert update和delete然后我们说在最后的话 其实还要这一张最核心的也算是一个最比较重点一个知识就是事物对吧 我们说事物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确定干什么 保证我们说对数据库的操作要么全部执行 要么全部就取消对吧 我们说事物在这块一定要去注意两个命令 一个是committer一个是我们的rollback对吧 committer的话我们说是保证对数据库修改对吧 保证我们的数据是永久的去保存在表或者保存在我们的库当中啊 rollback的话是告诉我们说哎我如果一旦比如说删错人了对吧 或者数据修改错我是不是可以rollback给回滚一下 也就是说把我的信息先复原 然后我再去做操作啊再去做操作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在整个这一张部分啊 第三章的第一篇我们说啊增山改叉这部分包括事物这块给大家去讲的啊 给大家去讲的一些知识啊 我解个评大家把事物这一块啊去自己去做个操作啊 去提交撤回一下啊看看效果啊 wat heet 我问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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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